这群海盗白天还是个正常人 但每到月光之夜 就会化身变成不思的窟窿 而一切事情的源头 居然是因为被海盗偷走的一箱硬币 这箱硬币带着诅咒 让海盗们变得不思不灭 这乍一听好像还挺美好 但是海盗们却觉得生不如斯 因为这个诅咒让你不思的同时 也会剥夺你作为人的全部感官 让你吃美食如同吃头 喝美酒也会直接从骨头留下 品尝不出任何味道 世上的寻欢作乐都与自己无关 所以海盗迫切地想解除诅咒 而唯一能解除诅咒的方法 就是把他们偷走挥霍出去的硬币 全部找回来归回原位 如今已经找到880亿枚 剩最后一个怎么着也找不到 于是海盗们成长 一艘快如风的黑珍珠号海盗船 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目的就是为了寻找 遗落在外的最后一枚金币 而这最后一枚金币 郑佩戴在市长女儿伊丽莎白脖子上 伊丽莎白被父亲安排去跟上校约会 如果能看对眼联姻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伊丽莎白的心思却不在上校身上 她钟情于一个铁匠威尔特呢 但碍于父亲的脸面 伊丽莎白还是穿着隆重的礼服去赴约了 与此同时 一个威风凛凛的男人 乘着一艘漏水的小船来到了皇家港港口 这艘破烂的船应试给她呈出了气势 足以见得她驾船技术高超 这一眼看着就不平凡的男人名叫杰克 是远近闻名的海盗船长 也是黑珍珠号的前任船长 因为被船员背叛 不仅失去了黑珍珠号 还差点丢了信物 为了夺回自己的黑珍珠号 她来到皇家港 打算偷走一艘军舰 然后去找背叛自己的巴伯萨 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就在杰克和拦住她的士兵在扯皮时 眼处悬崖突然掉下来一个人 而掉下来的那个人 正是和上校约会的伊丽莎白 杰克也顾不得和士兵扯皮吧 脱下身上的装备就一头扎进海里面 伊丽莎白成功被救了上来 而扯掉令人窒息的束身衣后 伊丽莎白挂在脖子上的 金币项链也露了出来 杰克看后眼里露出一丝差异 还没等到伊丽莎白回答 赶来救人的士兵把杰克团团为主 有过和海盗交战惊艳的上校 一下识破杰克身份 下令士兵没收了杰克的东西 一把只有一颗子弹的枪 和不会指北的指南针 伊丽莎白见救命恩人被抓力马上前阻拦 而杰克也是见机行事 转身就挟持了为他求情的伊丽莎白 士兵不敢轻举妄动 杰克也成功逃过一劫 为了躲避追查的士兵 杰克跑到了一个铁匠坡 店铺里有个喝醉的老汉 杰克利用齿轮弄断了手上的铁链 双手刚刚恢复自由 门外就传来开门的声音 铁匠威尔一进来就发现自己的东西被动过 当他看见杰克的时候 立马认出来这就是挟持过伊丽莎白的人 两人拿店铺的剑对峙了起来 打到僵持不下之时 杰克突然头遭到重击 直挺挺倒了下去 原来是身后的罪汉突然醒了 直接给了杰克一瓶子 就这样杰克被捕入院 到了晚上 黑珍珠号缓缓朝皇家港驶来 海盗们疯狂在小镇里烧杀抢掠 其中两个海盗嗅到金币的味道 抓住了藏在衣柜里的伊丽莎白 所谓谈判就是一个海盗事约 如果俘虏要求帕利 那直到谈判结束为止 海盗都不能伤害他 伊丽莎白被带到船上交出了金币 为了隐瞒身份 伊丽莎白借用心上人威尔的姓氏 说自己叫伊丽莎白特纳 结果巴伯萨一听到他姓特纳眼睛的发亮 他们要找的就是姓特纳的人 因为之前海盗中有个老特纳 他也受到了诅咒 但因为背叛所以被海盗抛弃 现在最后一枚金币 只有用特纳家族人的血作为影子 才能将诅咒解除 伊丽莎白这是撞枪口上了 而真正的特纳家族后人正是威尔 威尔知道伊丽莎白被绑后心急如否 但谁也不知道黑珍珠号去了哪里 这时他才想到了黑珍珠号的原主人杰克 为了就会爱人 威尔跑到监狱跟杰克谈判 杰克原本是一种势不关节的态度 可当他知道威尔姓特纳之后 脑袋里不知道又在打着什么鬼主 一口便答应了威尔的请求 通过杰克的逃跑季节 他们成功劫走了一艘好船拦截号 他们先是来到杰克生长的小岛上招兵买马 终于凑齐了一对船员 于是他们开始起航寻找黑珍珠号 凭借指不了北的指南针 杰克他们成功找到了黑珍珠号 而此时的伊丽莎白 正被巴伯萨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巴伯萨让伊丽莎白不要拒绝 反正这里都是海盗 伊丽莎白一听还真放下小姐的架子 对着眼前的肉就大口吃了起来 看到伊丽莎白吃得这么津津有味 巴伯萨很是羡慕 因为受到诅咒 任何美食到了她的嘴边 都如尘土一般的索然无味 他们已经不知道食物是什么味道 接着巴伯萨告诉了伊丽莎白 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杀她 是因为还金币药以血海血 伊丽莎白顿感不妙 转身就往甲板上跑 一开门她就被吓了个半丝 船上的人都变成了窟窿 而身后的巴伯萨船长朝她走过来 在月光的照射下 巴伯萨也显露出了窟窿的形态 她打开了一瓶红酒喝了下去 红酒却是顺着骷髅架流了出来 伊丽莎白被吓得躲回了屋里 之后伊丽莎白被带倒 一处装满金银财宝的洞穴 准备归还最后一枚金币 解开身上的诅咒 巴伯萨船长把伊丽莎白的手掌喝口 让沾有血液的金币掉进箱子 他们等破除诅咒已经等了十几年 这下子终于可以从活斯人状态变回正常了 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可是硬币归位之后 海盗们并没有感觉有任何变化 巴伯萨转头质问伊丽莎白 究竟是不是特纳的后人 伊丽莎白已经得知了心上人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所以怎么也不肯说 巴伯萨气急败坏一巴掌把伊丽莎白打倒在边 而那枚硬币也随之掉落在伊丽莎白身边 这一幕被埋伏在岩石后的威尔看到 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也意识到杰克是在利用自己 于是他背后偷袭杰克 威尔趁乱来到伊丽莎白身边 喊醒伊丽莎白后 两人拿着那枚硬币偷偷溜了 回到船上后 伊丽莎白跟威尔说明金币由来 原来在八年前威尔被士兵从海上救起 伊丽莎白负责照看他 却看到了带着骷髅的金币 担心威尔海盗身份被发现 伊丽莎白就把硬币藏了起来 而海盗这边已经发现伊丽莎白不见了 找人的途中却看到了杰克 杰克被围住 下一秒这群海盗就要结果他信任 杰克说自己知道他们要找人 为了解除诅咒 海盗们再次放过了杰克 海盗再次行驶黑珍珠号追上拦截号 拦截号眼看逃不过黑珍珠号的追击 干脆就正面迎战 这下两边打得不可开交 混战之中 炮火意外地将困在船舱里的杰克 给救了出来 但因为黑珍珠号实力强劲 巴伯萨船长带领海盗们炸火了拦截号 成功俘虏了船员 伊丽莎白也被海盗抓住 眼看爱人要被欺负 威尔赶紧爬上了船 对海盗们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并以自己的性命要挟巴伯萨放过伊丽莎白 巴伯萨假装答应他 等控制住威尔后 转身就把伊丽莎白和杰克投放到了荒岛 便由这两人在荒岛自生自灭 这座荒岛正是杰克之前被背叛时流放的荒岛 杰克知道这里有一个酒匠 可能觉得逃生无望 于是他和伊丽莎白就在荒岛对引起来 杰克喝得烂醉 而伊丽莎白却不甘心这么等死 等第二天杰克醒来的时候 发现伊丽莎白把酒全在火里砸了 大火造成大量的浓烟 而这个烟也成功引来了皇家海军 伊丽莎白得救后满心就想着救威尔 于是以答应上校的求婚作为条件 请求他出兵救回威尔 上校惊喜于伊丽莎白的回复 马上就派人出发救威尔 而杰克也被挟持当带路人 周围都是乱交 杰克提议自己先进去把巴伯萨劝服 海军在外边埋伏 找机会一举歼灭他们 上校也不觉得他能搞出什么花样 就让他一个人乘船进去 等杰克到里面的时候 海盗正准备给威尔放血破除诅咒 杰克马上出来阻拦 他告诉巴伯萨这里已经被海军包围了 现在解除诅咒成了普通人的话 出去就会直接被海军打撕 不如趁着还是不撕之身 先把外面的海军消灭了 夺了他们的船 然后再回来破除诅咒 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 巴伯萨成功被杰克说服 马上下令围攻海军 于是浩浩荡荡骷骆大军 气势恢弘地朝着海军走去 船上的士兵还没有反应过来 骷髅大军已经开始疯狂涂漏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时 一个士兵及时敲响了警钟 上校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 于是赶紧率领军队返回救援 伊丽莎白趁乱跑去岛内找威尔 而威尔也正在抵抗骷髅的攻击 无意间却发现 杰克被巴伯萨一刀刺进肚子 月光下 杰克的身体竟然也变成了骷髅 原来杰克在和巴伯萨谈判时 手里抓着硬币 但他放回去是偷偷藏了一类 所以杰克也变成了被诅咒的人 拥有了布斯之身 薪酬就愿一起算 杰克和巴伯萨相互给对方捅刀子 但都拥有着布斯之身的他们谁也杀布斯神 为了暴夺传之仇 杰克朝着巴伯萨心脏开了一枪 然后迅速将带有血液的金币扔给了威尔 在最后两枚金币重回宝箱时 诅咒解除 巴伯萨失去了布斯之身 胸口也被血染红 当诅咒解除之后 骷髅海盗们恢复了凡人之躯 再也不是海军的对手 于是他们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战争结束之后 杰克被带到了绞形台 正当他要被行刑的时候 威尔突然把利剑扔进物装阻止了杰克的下坠 伊丽莎白当场装晕配合威尔 杰克虽然争取了逃跑的机会 但是寡不敌众 最后伊丽莎白和威尔都来给他当挡箭牌 他才有机会得以逃跑 当他倒下悬崖之际 黑珍珠号也前来迎接 而伊丽莎白和威尔的举动也被上校看在眼里 伊丽莎白趁机表白威尔 上校也决定成全他们 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重新回到黑珍珠号的杰克船长 也开启了他新的冒险之旅